咱们正式开讲课 人生苦难我用python 咱们今天讲的是 python弹幕的发送 发送是bilibili网站的弹幕 然后我是竹江老师 下面的两本书籍左侧 非常适合新手去阅读的 右侧呢 非常适合大佬去阅读的 这个左侧我 十分推荐入门python的同学去读一读 想要电子书的可以扫描二维码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今天讲四个点 第一个点是网站的抓包分析 第二个是request一些简单方法 第三个是代码实现 第四个python学习路线规划 我们今天讲的会比较紧瘦一些 希望大家 争取我们能在30分钟之内搞定 好下面咱们来看第1个 就是抓包分析 抓包分析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爬虫 因为之前的 我调查过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爬虫 我再调查一下 知道爬虫的来k个1 好吧 知道爬虫的可以k个1 哪里做单子呀 哪里做单子呀 你猜 你猜我在哪里做单子 我是有合作伙伴的 爬虫都知道 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下面咱们直接来到这个bdbd网站 来到bdbd不知道的同学你要 对吧 你是不是落后了 咱们来到这个bdbd网站 大家也可以打开这个bdbd网站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直播间 随便点击一个 好我们点击进来一个 点进来一个 这个bdbd网站是需要注册的啊 你首先要有一个账号来注册 我们随便找一个直播间吧 来找哪一个 这个直播间不知道播的是啥 我们来爬虫是虫子嘛 爬虫又叫做数据采集 这个不好啊 爬虫叫做数据采集 那爬虫的定义呢 就是 通过一定的规则 来采集互联网数据的程序 爬虫是程序啊 好那这是干嘛的 不知道啊 那咱们就点击进去看一下 这个网站呢 我应该是没有放声音的啊 咱们就不放声音了 我给他 给他静音好吧 咱们不放声音啊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来写一个弹幕发送的小程序 来发送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弹幕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址可以发给大家啊 你们也可以进去 这边转一转是吧 好 现在呢我们想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啊 他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发弹幕的吗 对吧 大家注意啊 我框起来的这个地方 他是有一个发弹幕的啊 那发弹幕的话我们随便输一个666 然后点击发送 他这个弹幕是不是就发出去了 大家看到了吧 是不是在这 这是我自己的弹幕对吧 哎他就发出去了啊 那我今天呢就来实现用程序来实现一个这样功能 咱不用手发了啊 我们用这个程序来发一下 啊看怎么来实现啊 那首先第1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第1个 就是抓包分析了 你不抓包 你不分析 你永远也写不了程序的 所以咱们 后面的程序是建立在我们第1步了啊 那什么叫抓包分析呢 这个就将的 就要讲的这个 请求与响应 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比方说你给别人去 你写了一封信 对吧 这是你啊 你怎么可能长那么长呢 你不可能这么长 对吧 这是你啊 然后呢 这是 这是别人 对吧 你给别人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是不是给想给他对吧 你给他的时候他再给你回一封信啊 这个呢 叫做是不是你两个这个激情的见证 那现在呢 这个你写写了一封信 他肯定要有邮递员之类的 是吧 那这个邮递员 到他拿到你的一封信以后 他能不能把你的信拆开啊 可能有良知的邮递员不会这么做 对吧 但是万一他就没有良知呢 他就要把你的信给你拆开一下 然后呢 给你看一看 看一下你的信 是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甚至给你改一改 你的信里面的内容 可能写了什么我爱你之类的然后他 对吧 给给你改了一个我恨你啊 然后就给你发出去 模仿你的字迹之类的对吧 那这个呢这个过程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在程序中呢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这边呢叫请求 这边叫请求 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的浏览器吧 浏览器啊 这边是你的浏览器你的浏览器 要给服务器发送一条数据 他不是给某人了啊 服务器 服务器服务器呢是什么是远程的一个电脑 你可以看成是另外一个电脑 你给这个电脑发送一条数据然后这条电脑呢给你回复一条数据 这个中间的过程 我们是可以来进行 这个 就是像游地员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游地员我们给他 拆开来看一下 他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啊 那这个拆开的过程呢 他有一个术语叫做请求 请求 这个边叫做请求下面的叫做响应 像打电话一样是不是 打电话你请求通话啊 然后呢响应的话人家给你反回响应 这个叫请求响应 大家可以我截下图啊 截了一下图 然后大家可以 仔细评论一下 那我们既然可以找到他中间的这个数据 我们怎么来找呢 我这个 我先给他暂停 要不然他占用我的这个 资源 占用我的网络资源 好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他的这个方式了 那咱们怎么来进行这个 抓包呢 首先打开你的浏览器里面的 检查元素 我用的是火狐浏览器 你用谷歌浏览器也是一样的 然后你 其他浏览器不会的 不会的 不懂的 可以现在来问一下 其他浏览器都是一样的 打开你的这个浏览器啊 应该都有浏览器是吧 打开你的浏览器 然后点击这个网络 点击网络 大家可以跟着来做一下 点击网络 然后我们这个全部给他 给我发弹幕 你说在这个地方是吧 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找到他的 你要先找到他这个从哪个地方来发的 对吧 好打开这个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弹幕上输入一个词汇 咱们输入一个词汇 我用的是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啊 那用谷歌浏览器其实也是一样的 咱们用谷歌浏览器好吧 可能大家用谷歌的多一些 我只推荐大家用谷歌和火狐 用其他的就不用再说了 因为用其他的浏览器 有的是一样的 说的也没啥意思是吧 我只推荐这两个啊 这两个比较 比较好用 其他的 像360啊这些 他可能开发者来说用的 少一些是吧 我并不是比试用360的啊 我只是 不习惯用360啊 因为他内核其实也是 哎这咋没了 这网站怎么一下就没了 我们 这个不行啊 就还要登录啊 还要登录 咱们登下吧 我们登录啊 登录加载这个账号 密码错误啊 不要给我打电话啊 你可以给我充滑费 算了这个这个密码老是错误 我们还是用谷歌吧这个 火湖吧 通杂机我也写过 我这一边视频一边要录播啊 这个一边要直播 其实很耗资源的啊 我们再找一个直播吧 其实都一样啊 你用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你用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结果最牛逼的是什么 是下一个程序啊 嗯 这个咱们来这个 这个吧 我给他静音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重新来啊 打开你的开发的工具 你也可以点击 你也可以点击F12 F12也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我们再点这个网络 你的叫那的沃克啊 你的叫那的沃克我的叫网络啊 好那打开这个以后呢 我们开始进行抓包 打开以后我们点一个 666 好吧 咱们点一个66啊 然后你把这些全部给清空掉 然后呢 再全部清空啊 然后点击发送 好点击发送以后呢 由于这个别人的弹幕很多 所以他一直在刷新 我们点击这一个post 在这个post里面呢 他有一个 响应这个响应呢 是这样的 他是message啊 有这个message这样的响应 你找到他的参数 他的参数里面呢 有这样几个信息 有这几个信息 你只要找到这几个 其实你抓包就抓到了啊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message啊 message666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抓的信息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抓的信息 比如说第1个 第1个是他的颜色 对不对 第1个是他的颜色 第2个呢是他字体大小 这个是他的 这个 发送的数据 然后这个是时间戳 就你打开这个网站的时间 这是他房间的id 对吧 这些呢是他为了防止跨域攻击的一个 这个是固定不变的 你可以经过多次抓包 发现他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啊 他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我电脑F12没有翻译 但是 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 你第2fn和f12是一样的 因为有的电脑是没有这个f12 这个键盘啊 他直接是fn 尤其是笔记本对吧 好这个其他人有没有抓到数据啊 这个地方还用讲吗 不用讲咱们就跳过了啊 这个地方还还有没有讲抓包分析 这是谷歌的一个抓包 咱们也看一下好吧 谷歌的抓包的话 你点击他的这个network 是谷歌的啊 点他network以后呢 他这个地方有个send 但你要一条一条去找 一条一条去找找了一个什么呢 他有一个这个post的 有一个post的操作的 要找到这个 你可以在这个preview里面 或者是这个response里面 Response不是响应吗 就回来的响应对吧 可以看到他的数据啊 这个谷歌和 火狐的还有啥问题没 有没有啥问题啊 没有问题咱们就 往下讲了啊 暂停他 来没问题的 cq1啊 有问题的来说一下 有问题说一下啊 正在抓包是不是 好下面呢咱们演示一下谷歌浏览器的抓包啊 点击检查看到没 点击检查 然后点击这个network 现在是不是英文了 点击network啊 点击这个network以后 接下来呢我们全部给他清空调 清空调 然后输入一个弹幕叫888 输入三个8 然后清空调 然后点击发送 现在是不是有一条数据啊 是不是有一个send 这个send是一个post的 是吧 他发送的格式是post的方式 状态码是200 是不是找到这个数据了 他大小时间啊之类的都有 我们点一下他 然后你找到他的preview 长成这个样子对吧 你可以点这个也一样啊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点这个 然后点这个headers是一个post的对不对 这个还有问题吗 这个我截图发给你们啊 截图发给你们啊 就这两步是吧 下面呢咱们就跳过了啊 这个就跳过了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啊 继续往下讲啊 第二个呢是request的方法 request方法我们 放到这个代码中去给大家讲啊 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request request模块啊我之前是 在公开课上每次我都会说啊咱们公开课呢 一定要安装一下request 因为我们经常会使用这个request啊 那这个request是一个http服务啊 他是可以帮助我们发送http和https的一个请求的一个 模块啊这个模块呢 呃是使用这个纯passen来开发的 非常这个易用 这个非常好用啊 你看下面这个 如果你不用他你可能会抑郁头痛或甚至死亡 所以这个模块非常好用 那他好用的话我们需要来安装一下他啊 安装的时候呢你直接使用这个pap就可以了 pap来安装一下这个request就可以了 pap install request 那下面呢他就有主要是两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呢 一个是get一个是post 我们今天呢会用到这个post 这个post具体怎么来使用 我们在后面讲解代码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一起来用一下啊 好下面呢咱们就直接写代码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 文件中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 呃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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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啊这个弹幕 发送 好我们回车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呢新建一个pathon文件 这个叫 呃送的 送的弹幕吧 这个写个拼音啊 送的弹幕啊 那这个文件的描述 发送弹幕的 币战 弹幕啊发送币战弹幕 好下面呢咱们来导一下这个 呃这个request模块 导一下这个iq ests 这个安装啊 pap install 我在这个地方来讲了啊 pap install 那这个大家来安装一下 在你的终端下可以安装一下 没有pycham的同学加这个老师啊 你可以获得这个pycham 你可以打开它的终端 我们打开终端 这个地方就是终端 是不是长这个有c盘啥的是吧 你也可以windows 然后呢输个cmd 打开这个终端 在这个终端下来看一下你的pap有没有 如果有这个pap的话你才可以安装 没有这个pap的话你这个安装不了啊 安装不了 好那咱们来看一下我有这个pap啊你直接这样啊 安装一下这个 request 这样就可以了啊 那我已经安装了 我就不再安装了啊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咱们来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send弹幕 这个没问题吧 send弹幕啊 有问题及时问啊 有问题及时问 send弹幕 那这个函数是用来干嘛的 是发送弹幕的 弹幕的啊 发送弹幕的核心函数 有可能我们还会写到其他的函数啊 好这个发送弹幕对吧 那发送弹幕呢 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代码呀 我们先写一个pass啊 然后下面呢我们再写一个慢函数 你这这个再pass掉 现在我们这个程序的整体结构就 就写好了啊 这一步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咱们就要继续往下写 没有吧 有没有啊 这个 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 我记得我前天还在说 这个不会还有人不会啊 你可能每天都会啊 pass啥意思pass什么意思都没有啊 pass什么意思都没有 pass的意思 就相当于 呃 这个不太好举例的啊 他虽然没意思但是你去了他 这个还是他不成立啊 啊比如说你把这个给删掉 那这是一个函数啊 当你写注释了如果我不写注释的话 他可能会这个 呃 这个代码的话你可能会 不是一个整体啊 那比如说我写一个f语句是吧 f 1 等于啊1等于2 如果说1等于2的话 如果你啥也不写 你啥也不写的话他就会报错啊 1等于2 你啥也不写他就会报错 因为他这个结构不是完整的 他下面是必须要有一个东西的 这个肯这个肯定要报错啊 他下面必须有一个东西对吧 所以你现在没有啊 你现在没有他 这个相当一个站位服啊 站位 站位他要写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啊 他没有什么意思 程序遇到这呢就 通过了啊 就没啥意思 他也不不产生什么东西啊 当你不写他也行啊 不写他接下来咱们就来吧 接下来这个网址 网址拿过来 或者拿过来啊 把这个网址拿过来 你想要发送这个弹幕 首先你要把这个网址拿过来 注意啊 一定要拿这个网址 不要拿上面这个网址 一定要知道啊 拿这个网址 咱们给他拿过来啊 拿过来放 哎 我说了两次啊 拿过来放在放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啊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啊 咱们都有注释 小白看不懂呢 可以先看一下注释啊 获取 响应 获取 获取响应 发送请求 那发送请求 我们用这个request.post 为什么用这个post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一个post 对吧 它是一个post post的请求方式 前期不懂的话呢 你可以先记住啊 我们只有两种方式在跑里面 其实我们只用这两种方式一般 绝大99%情况下 咱们只用这两种方式 get或者是post 你现在 一下子就学会了一种 你一下子就学会了50%了 你只是我们 而且这个post 比较比这个get要难一些 好那下面的这个post呢 是一种 引试的方式来 提交数据的 他的数据呢 都在这 看到没 他的数据是都在这的 是吧 他的数据都在这 而get是啥意思 get的数据都在这 这个这个地址栏里面的数据呢 他的方式都是get的数据 都在网址里面暴露出来了 这种是一般都是get的请求 我们这种呢 它是一个post的请求 它这个请求体内容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form data里面 好那我们现在呢 所以说要使用这个post 这是request里面的使用 它就两个 一个是get 一个是post 那get怎么用 get你这样来用 get这样来用 但是你不要用魂 是吧不要用魂啊 直接用这个post 那下面呢 咱们接着来给它反回响应 对吧 反回响应 反向响应以后我们可以打印下这个响应 表text 打印着响应的文本 现在呢我们就写好了对吧 写好以后肯定是不能发送的 咱们可以来调用一下 来调用一下 它肯定是不能发送的 你运行以后你看它会出现什么结果 它肯定是不能发送的 因为第1个你没有这个数据对吧 你这个数据还没有 发送的数据 发送的数据 好现在我们的数据结果出来了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的账号未登录 你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吧 账号也没有登录 好现在呢我们来写一个数据 date 这是我们的date 那这个date呢咱们在这来取 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想要发送的数据对吧 这个地方是我们发送的数据 所以你要把这个数据给付出过来 直接把它给付出负在这 你给他加上引号之类的 加上引号啊但是这个 加引号怎么加这样讲啊 复制一下 我给他排排列好啊 复制下然后呢 引号加上来 加上来这样讲啊 这样讲 加上来加上来啊这个地方加上来这个地方加上来 这个配置的话大家摆对一下好吧 这个 这个 你想快速加引号啊然后呢我们给他全部加上 它是一个字典格式的 那这个字典你要给他加 好啊 好现在就是完美是吧 这个完美就组织好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请求头加引号 我写了一个文件之前 这个文件也可以直接 完成上面的操作啊 你把这个数据直接付出过来 然后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啊 这个这个结果就已经加好了啊 这个结果加好了 你可以直接放在这了 然后再把它给付出过来 是吧 完全一样啊 这是两个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正则 然后他的核心 你们可以拿去了啊 所以他的核心 核心就这么一点代码 你可以拿去 可以研究一下 他这个怎么来替换的啊 好下面呢咱们就继续往下看啊 那这个我们 有这个data了 你把这个要发送的数据 给他拿过来 放在这 data等于data 当然你可以改改个名字啊 我们改成 posed data posed data啊这是需要发送的数据 把它放在这 你把这个data传递给他 啊就上面是我们的data 好那现在呢咱们再来发送一下 应该还是不能成功的啊 因为呢 他是没有这个数据的 他是没有登录的是吧 账号未登录 账号未登录怎么解决 Headers 要加请求投 解决账号未登录的问题 账号未登录 的问题 那账号未登录是没请求投里面 没有你的 cookies信息啊 cookies信息 什么是cookies信息呢 cookies信息呢 是记录了你的账号信息 记录了 你的 账号信息啊 账号信息 就你的账号有没有登录呀 你的账号是几集的啊 这些他可能都会 把这些信息呢放到你的 cookies里面 cookies的原意叫做小饼干 你可以来 百度一下 百度一下这个cookies 不懂的可以搜索一下这个cookies的含义 他的原意叫做小饼干 但是 他我们 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呢 用的时候他一般都是用来保存我们账号等信息的 咱们来搜索一下 这个还百度翻译AP 这个是饼干是吧 饼干啊能干的人坚强的人 这是他的原意 但是他的含义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网站里面呢 还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咱们给大家全屏 让你们看一下 他的含义就这个地方 看到没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cook啊 其实我把这个cookies暴露给你们 是不太好的啊 万一你们复制复制过去是吧 就可以拿我的账号干些 坏事了啊 比方说给我充了 几个会员 是吧 给我充了一下会员 这种坏事我觉得越多越好啊 好那现在呢 呃这个cookies就记录了你的账号信息 大家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学的都是有哪些东西啊 先来总结简单总结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网址要用的 对吧 这个地方是网址啊 呃他里面主要有两个要我们要学习的 第一个你网址你要拿对对吧 第二个呢 他的方式 是post的方式还是get的方式 这是咱们要学的第一个啊 就这一块里面 就这两个最重要啊 其他的都可以不用看啊 好这一块里面有哪个重要呢 哪个也不重要啊 这个里面咱们一几乎不看 几乎不看他 好那这个有一个response 还在 这个response 还在这里面呢 他有几个重要的 咱们给大家来列举一下 这里面也有一些重要的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咱们这个cookie cookie啊 没有他你就没有 不能登录账号 然后这个 user agent 你没有这个 有的网站呢 他会认为你是爬虫 他会认为你是程序并不是浏览器 所以他不让你去访问啊 像这这两个的一般我们都会注意到啊 像这个 referry一般是防盗用防盗链用的 就是这个东西会告诉网站你是从哪来的 你是从哪哪个地方来的 那我们直接是 我直接复制网站来的 是吧他就直接写了这个啊他没有跳转关系 他的域名啊 这个 原网址呀之类的就在这 然后这边是你的cookie信息 上面呢 一般我们也不重要啊 一般不重要啊 这里有一个br 这个br 这个br呢一般要去掉的 这个br 一般咱们要去掉 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像scribe里面 他处理不了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坑 小小的坑 但是我们request可以处理这东西 这个br一般咱们要去掉的 好吧 这个可能你们一般 遇不到啊 遇到你们就去掉就行了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请求头给付了过来 就这一串请求头 你也别管谁重要谁不重要了是吧 你直接给他干过来不行了吗 然后加上请求头请求头加引号 不要再一个个去加了对吧 然后咱们直接运行一下 直接就加引号了 来复制过来 这个编程快速开发是吧 我就喜欢这快速的啊 快速开发啊 当然这个cookie值有点问题啊 他的cookie值 哎我再来复制一下啊 他的cookie值应该是有点问题的 呃 他的cookie值他本身给我加了一个引号 好咱们先把其他的给付了过来 先把其他的付过来 这个cookie值太长了 我们等会再来处理他啊 把这个也也给付了过来 其他全部给付过来 这个顺序无所谓啊 顺序 不打紧 那接下来咱们再把这个cookie值给付出一下 cookie值他里面有应该有一个 双双引号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给他付过来 那就放在这吧 好引号啊 加上引号 然后前面也加上引号 他有个弹引号 前面加引号 你看这个怎么这么长啊这个贵啊 重新来复制在网站中复制吧 嗯 好到这啊 到这咱们复制一下 先给他加引号 这样复制才好 然后呢后面给他加一个cookie 呃 已经两个以后啊 两个以后啊 好现在就加好了 加好以后这个地方应该有个分号 呃逗号 啊这些都是啥 干掉啊 没了 就是没错了 没错了以后你要把这个heads放在哪呢 把这个heads 我们要给他放在这 依然是这样来传进来啊 heads 咱们给他写一个 post heads吧 免得大家引起起起义啊 写在这 post heads 现在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来运行一下啊 走一下 看一下结果 我们现在发送的是 现在结果变了 结果变这样了啊 然后咱们写一个 Python学习 这个不能学习啊 大佬 请大佬喝茶吧 大佬喝茶 请大佬喝茶 好那现在咱们写的是这个 对吧 那我们赶快去网站上等会去看一看 好吧 我们等会在这个地方看一下有没有啊 有没有 然后咱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没有请大佬喝茶是吧 刷新一下 PP 原码后台登录密码怎么改了 PP原码后台啥意思 怎么没数据啊 哎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请大佬喝茶 你们有看到吗 你们有看到吗 我怎么找不到 哎 看到了啊 我好像看到了啊 但是一闪而过 重新来啊 看到没 这就是我啊 看到没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啊 请大佬喝茶 是吧 确实是有的啊 咱们再让他喝一次 来 再让他喝一次啊 电脑不干了啊 再让他运行一下 大佬不喝茶 这是谁啊 啊 哎 看到吧 很大佬喝茶啊 是有的啊 哦 可以发给你们啊 大佬不喝茶 这都是谁啊啊 好啊 那咱们这个 成功了 对吧 下面呢 我们要引入这个 我们有个功能啊 你发的是吧 我们有个功能啊 能不能让他定时发送呢 怎么让他定时发送 大家来想一想啊 定时发送 然后呢怎么来让他随机发送 就接着改一改是吧 接着改一下啊 怎么来随机发送 随机啊 那随机的话咱们来写一个 随机的包好吧 随机的函数啊 咱们写个随机的函数啊 定一个 random random什么 word randomword啊 好那我们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是实现 实现随机 发送 弹幕的 这个功能 啊弹幕的功能 返回直 返回什么的 返回随机弹幕 对吧 随机弹幕啊 这个说的啥问题来解答一下 内容非法 你发的啥 是不是啊 你发的是啥肯定是 不好的东西啊 啊 诶 哈得死 posed的 没有了啊 没了没了 就这些啊 没了 简单的很啊 好下面我们就接着往下野啊 返回随机弹幕啊 那这个随机弹幕来整几个啊 博斯 博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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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整几个啊 请大佬喝茶吧 请大佬喝啥 大佬喝茶 随便来几个啊 请大佬喝 冰红茶 咖啡啊 咖啡啊 祝我直言 在座的各位 都是 帅哥啊 啊 就这几个了 就这4个啊 那然后写一个随机核数啊 随机核数怎么搞啊 是不是导进来啊 啊然后import random 啊内置模画 这个不用多说啊 内置的啊 那下面呢 咱们接着写啊 random 只要那么点哪一个 来说说哪一个 求死啊 对吧 random 求死啊 随机选择一个博斯 WRDS 你看这python写的多好 是吧 好直接准备这个博斯 python写的这个 这个 太好了啊 直接反正这个word 对不对 那下面咱们来运行一下这个 运行一下啊 把这个注视调 来写一下运行一下他 print 来运行一下他每一次运行看他一样不一样 啊这个请大佬喝茶是吧 咖啡啊 再来运行一下 你看这个数字呀在座各位都是帅哥 对吧每一次都不一样啊 请大佬喝茶啊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随机啊 能不能写一个学校打零系统的课程啊 封装的 自己 陪自己摄影时间自己选择音乐 这个可以课下去啊 现在写不了 现在写不了 可以 打零系统 这个 我给你提供一些资料啊 这个思路 打零系统 自己设定时间啊 你可能需要这个 这个 泰姆 泰姆的 这次泰姆 这样一个模块 你也可能需要这个 N泰姆的这个 os 模块 哎 这个读取音乐之类的 是吧 你也可能这个自己设定时间啊 然后是自己选的音乐 音乐的这个播放 有可能你还需要这个界面 对吧 界面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pyqt 啊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简单的界面 simple gui 界面你还可以使用这个什么推克 是吧 像这些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 嗯 这些 这些 没有不懂的了吧 没有的话 咱们就 random wars 调用呀 是吧 我们要在哪调用啊 在这调用 对吧 在这来调用一下他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在这调用一下 可以吧 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们就可以发送了 好但是现在实现了随机 是不是实现随机啊 没问题啊 那怎么来实现这个 定时呢 或者说这个比如说 呵 啊 实现一个随机 不是随机啊 实现两秒钟发一个 或者三秒钟发一个 来来说说思路啊 不让你们写代码 让你说思路就行了啊 实现随机 不是随机啊 不是随机啊 就是定时 定时 例如 例如啊 五秒钟或者三秒 三秒啊 发一个 这种怎么来实现 三秒发一个 隔三秒发一次 隔三秒发一次 这种怎么实现 实现简单的定时 对吧 你那个定时 打零系统也可以这样来做 打零也可以 比如说是泰姆是吧 那泰姆来简单实现一下 定一个函数吧 先 定一个函数啊 定一个函数是 怎么写 泰姆是吧 其实英特别有啊 英特别咋起了 N G R V D L吗 这是英特别有吗 这个忘了啊 那么咱们直接写一个探务吧 Tem sleep 好吧 Tem sleep 就隔一段时间 Interview Interview 有英语好的 是吧 Interview 叫 Time 咱们这样小啊 Time 间隔时间 我们就用这个 好吧 那怎么写呢 Well 我的第一直觉就是Well 这个之前我也没写过 因为我之前也不是用这个 我第一直觉反正就是Well 用他要一直不断的循环 循环 而且呢 要每隔几次来循环 对吧 当死循环是吧 还有循环多少多少次 你也可以用for循环 放循环就是 循环到一定次来就关了啊 好那咱们先去死循环 死循环的话我们要导谁导这个 呃 Time模块是吧 导Time模块 导Time模块以后怎么来用它Time 只要sleep sleep3秒钟 这个地方意思就是 暂停3秒 暂停3秒 程序 暂停3秒 暂停3秒 那下面怎么写 他这停3秒了 我们下面要调用谁 你是不是要调用这个 这样这个发弹幕啊 对吧3秒发一次弹幕是吧 是这样调用啊 他是每隔运行一下啊 然后每三秒发送你弹幕 然后你你要你在这个地方 要调用他了 是吧 要调用他 下面咱们来运行一下 好来看一下啊 哎这是第1次是吧 这第2次对吧 好成功了对吧 我们就先演示到这 成功了啊 这是咱们简单实现来写一个简单的注释 简单注释啊 程序每 程序啊 每隔3秒 3秒运行一次 这是一种方式啊 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 咱们再来写一个 再来写一个啊 还有一种方式 我也比较推荐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我们依然叫做 呃 叫啥 这个叫啥 起名字是最 最难的 吊字器吧 该对了啊 这个是咋写的 吊字器 SCH SCHDOLER 我就这样写吧 吊字器 直线吊字器 哎 啊 实现 调度器 调度器来定时 调度程序的运行 啊 每隔几秒 几秒 执行一次程序 每隔几秒执行一次程序返回 那只是啥一步返回啊 NONE 啥一步返回 好现在这个调度器怎么来使用呢 吊字器 吊字器 使用 定时框架 定时框架 这个定时框架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的一些定时程序 经常会使用这个定时框架 比如说Redis 这个 IP池 IP池 的实现 离不开 定时框架 定时框架 你像这个定时任务一般都用这个 定时任务 比方说什么叫定时任务 每隔多少分钟 发一个 有的时候呢 是 比方说明天的9点钟 你给我运行一下程序 是吧 这种就要定时程序 你可以指定日期 每星期 运行三次 是吧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会运行 这种我们爬虫 还是什么IP池啥的反正用的很多 用的很多 有课程录播 课程录播加助理老师 来咱们 赵鸣 恭喜赵鸣来报名我们的课程 想学习的 加我们的科夫老师 给大家提供一下号 4500学的是什么内容 学的内容呢 找 我先讲完课 可以找助理老师 科夫老师去 获取大纲 每天都对这个 加科夫老师咨询大纲的 这是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没人家 现在就 关了 这是科夫老师 别让你们一会扫这个扫那个 简单我们看一下大纲 嗯在这啊 学习的内容都在这里面了 这个松子在吗 在的话 加我们老师获取课程大纲 想学习python的 想进阶的 想这个 学习 爬虫和数据分析的 和python基础的 都可以加我们老师 先获取科夫大纲 其他人来在的 QQ1 我们接着来实现这个 定时框架 好定时框架的 编写 我们要导包了 咱们要使用别人的 使用别人写好的 那咱们来写一个 这怎么有S 首先第1个 咱们要导包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不用不能直接导 是吧 直接导进来不好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程序 这个 介绍一下 这个 框架 AP scheduler scheduler 我写错了没 sched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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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一个 e 就咱们这样写 吊字器 这个吊字器呢 它是一个 定时框架 定时框架 手下安装 这全英文的 安装的话采用 这个pip instar apscheduler pip install 那安装好 就这个大家先安装一下再讲 你先安装一下 看这个东西 安装好以后下面有他的一些例子 我们可以直接 这些例子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咱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你看这个地方导包对吧 先来导入一下他的这个 包 下面是他在用的这个使用的 就我们可以用这个 用来进行定时 这是添加任务的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总的介绍吧 总的这个介绍 这个是一个pathon的包 可以让你调度你的pathon代码 然后执行 这是他在讲的一个介绍 这下面的我就不再读了 你可以添加一个新的任务 或者是移除一个旧的任务 这个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这个保存了你的任务 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应该是数据库类的 然后你可以 调度他们 或者重启他们 或者维护他们的状态 这是他的一个 简介吧 你也可以翻译一下 不懂的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我看这有没有翻译的 我这好像没有翻译的 忘了爬虫那个框架叫什么来着 用哪个框架 用哪个框架能做吗 那框架不是定时的 但你可以定时那个框架 爬虫那个框架不是soreby吗 你这都能忘啊 soreby 这个 soreby 好下面呢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定时框架怎么来用 来来用 首先第一步 导入一下这个ap schedule的点 我想一下叫啥 这个导入的时候 老男了 叫这个应该 scedule了 点 还有啥 应该没了 blocking 不对 他下面还有一个 scedule了点 也是哪一个 这个吗 blocking 该对了 咱们导这个 导这个类 那我们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使用这个类 使用这个类的时候我们直接是实力化 实力化这个类 实力化此类 用来进行 后续的 后续 任务的添加 添加 添加管理 管理等 添加管理等 那接下来咱们给他来一个 电量 这个叫做b blocking 让那 schedule了 调度他 调度他的时候我们点 他有一个方法 他有一个方法 首先是 爱着 叫你要添加叫 加叫不以后呢 你要添加你的任务 我们看一下这个叫不该怎么来用啊 第一个是函数 对吧 加上自己的函数 我想 调度的是这个函数 我把我把这个函数给调度进来 把写上他的名字就行了 接下来呢 我要有一个 这个任务 对吧 我调度的应该方式 就是我调度的方式 我调度的方式呢 是这个 interview Tr V E R 这个interview怎么写 Tr Tr V E R Interview 写不出来了 我复制一下吧 就这个 Tr V V A L Tr V A L 是的 Interview Tr V L 好 那下面呢 咱们有一个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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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DS Second 等于 等于三秒 Second 这样写的吧 秒啊 我看一下 SEC ON DS Second 写对了啊 可以的啊 接下来呢我们来 实力化一下 Start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开始 这个是添加任务 把函数 把函数 注册到这个 注册到 嗯 这个框架里面 Blocking 就该丢了 对象中 对象中 然后启动啊 启动啊 这样 这个就三步 是吧 第一个是你函数名字 第二个是这个间隔的方式啊 每隔三秒来进行发送 你可以改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还没改是吧 单调啊 我们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啊 来运行一下 稍微等待一下 好 这是第一次对吧 啊这第二次 哎他说重复了对吧 他这个信息重复了啊 好咱们就不发了啊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也照样是可以实现这个任务的调度啊 咱们洋洋洋洒洒写着100行 快100行了 给他 加上两个空格啊 100行了 啊 这个写完了啊 还有啥问题吗 来有问题的可能有在这个地方有问题是吧 多用一下啊 这个定时框架 这个Blocking 它会阻塞你的线程 阻塞你的线程啊 Blocking 阻塞你的线程啊 当然我们可以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Blocking 这个 它不会阻塞 Blocking 我们应该不导这个啊 我们应该导这个block 应该 呃 Background 这个有个background 它不会阻塞你的线程 你导这个啊 给它实力化 也是可以的 这个会阻塞你的线程啊 这个不会阻塞你的当前线程 一个阻塞式的一个是非阻塞式的啊 这是定时调度的 两种方式 有问题吗 来解答一下 解答一下有问题吗 加等线没有是吧 基础不行哪个地方不太懂啊 可以说一下 封章成一个的 千万不要封章成一个的 千万千万不要封章成一个的 好吧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啊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徒劳无功 封章业力还比较大 我宁愿用其他程序来写 啊 宁愿用这个其他程序来重新写 我也不愿意去封章成一个 各种 报错 还不允许有些平台 简直垃圾啊 Python有它的缺点 很难 打包成一个一分享给其他人 比较难啊 啊我的酷给值呢我肯定要你不说我还忘了啊 你肯定我肯定要删掉 啊 叉叉叉啊 替换成你的 你自己的cookie 替换成你自己的 cookie啊 万一你们拿到我的代码 用我的发我岂不是被别人封了啊 你 你这个替换掉就发不了了 来运行一下 你看报错了吧 对吧 报错他会隔两秒报一次错 是吧 在网约的cookie怎么找 在网里的cookie怎么找 网约的cookie 我不是找过吗 检查 点击network 找到网络 随便点一个 找参数 不是找这个cookie 这个地方有cookie 这个请求没有cookie 这个没有找不出来啊 有的话他会在这个地方显示 他会在这个请求头里面显示出来 在请求头里面显示出来 一句都打不出来打不出来需要实战 实战太少了 给他有啥意思啊 电竞好像b站不那样子 好像不可以是的啊 他不是和我们 我记得起个电竞类似啊起个电竞是类似的啊 起个电竞是类似的 我之前还抓过啊还做过 像腾讯视频不清楚 腾讯不清楚啊 你不要发肯定会被封的 会被封的你不要发这么多就好了 你发太多了 我就被封过呀 被某个直播间 拉入黑名单了之类的啊但是没有全部被封啊 他不会全部把你的账号给封了的 像大家说的一些斗鱼啊之类的 那这些他的 弹幕的发送又是一种说法 斗鱼你想抓吧的话可能就 抓不到啊 抓不到 给死心环一直发是吧 不建议死心环一直发 你一直发人家的直播间可能会把你封掉的啊 把你封了 你是个机器人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 那某某个地方你就要特殊对待了是吧 你自己要特殊对待 我们发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他是否有限制是吧 嗯这个有限制的你自己再找一下他的规律 看一下能从哪个地方能测出来 如果有限制 你他肯定反复的消息不一样 防消息不一样你就不要再发了是吧 我看一下引入的包啊 这是我们引入的包 从哪里开始学 从基础啊 你这个不是加我们老师了吗 从基础开始学 想学习的可以加我们的科夫老师 是科夫老师的 微信号啊 大家可以扫一下 这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科长大纲 关键时刻该轰炸就轰炸 被封不怕 你这个拉倒吧啊 有的时候人家的防管一下就能找到你 我我之前发人家的就就很容易被找到了 后面又写了一个升级版本的 就不好找了啊 有升级版本 别人 你可以通过别人发的弹幕 然后你自己再发一遍 是吧 通过这种方式是 不易察觉的啊 呃 这个圆满的之前我已经让你们加过助理老师了啊 不加的已经没有了 好吧 之前让你们我说了 多少次啊 这个我刚开始在开课的时候就说过 你这个不加就没有了啊 起个电竞 是不是加密了 这个起个电竞 这么没有没有加密啊 没有加密 几个电竞我不知道改没改 好像一年前 一年前我这个有人叫我这个也是一个学生吧 让我给他搞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还不难啊 可以搞出来但是现在不知道了 他比这个 B站好像难了一点点啊也只是一点点 那学生自己都可以实现了啊 当然了这个 现在不清楚 这个因为时间改了啊 可以学习啊 想学习的加助理老师 加这个客服老师啊 明文是吧 不是明文啊 刚才抓出来代码不是明文 不是明文 需要解密 需要解密的话你需要学习我们的课程了啊 就学习我们的解释解密课程 那解密的一般都是解释解密 一般都是解释 他把你的 你发送的明文 先加密一下 然后他在这个服务单在解密 解密完以后再让你 这才可以是吧 你要不知道他的解密方式可能你这个 这个 你就不知道怎么发啊 因为你发的数据他不认识 他也解不了命 解不了命肯定你就错误的 是吧 所以你就必须要学会解密 需要深入学习的大家可以找我们的 客户老师 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个我之前已经介绍很多了 我就不再介绍了 这个例子 我就不再讲了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Python学习的 这个方向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从事什么的 Python有哪些 不能从事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是像这些 这些我就觉得你 不建议从事 像像这个 这些可以 这可以但是工作岗位不是很多 工作岗位不是太多 你像运维系统运维还有测试 不是太多 算法之类的 一般学历要求较高 是吧 互联网信心安全还可以 测试 自动化 他两个差不多 从两个半斤八两感觉 还没运维好呢 感觉这个测试自动化 下面像开发 包括全站 他俩是一回事 差不多是一回事 只问你包括了一个前端 这个没啥 全站工程师就是你工作时间长了 这个有经验了 前后端都会搞了 这个差不多他俩 反正都是围绕网络开发的 那还有爬中工程师 想推荐的有哪些呢 这个 这个 比较推荐 就这三个 其他的就不太推荐了 像人工智能工程师 恕我直言 这个 能做的有几个呢 咱们直播间都是普通人 对吧 又不是什么 研究生呢 有的是研究生 我可以告诉你 你也做不了 有的你现在即使是研究生 你是博士生 有的你也做不了 这个 研究生和博士生差距 不就是你 比别人 比别人这个多读了几年吗 当然 别人在学习的时候 如果说别人毕业了 是吧 如果他还在学习呢 你可能你的 这个 知识呀 以及实战能力呀 还不如他 什么样的人 这个 适合从事呢 数学好的 是吧 你像有些研究生 你是一个 文科生 怎么搞 编程都不会 是吧 没法搞啊 你个算法就更搞不了了 所以这种不是什么 即使你是研究生也不一定能搞 这种东西 个人爱好啊 有的本格上他就可以搞 看个人是吧 他的数学好 这个没办法 对吧 一般的话 建议大家搞这三个是 大部分人 其实 搞起来都 压力不是很大 你可以精进的 不是说这像这种的上来就 就把你干死了 是吧 你上来就搞不下去了 他有非常多的这个 数学的理解能力的要求 研究生认真在听啊 如果你研究生会 程序的话 确实可以 确实可以搞 你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我同学啊 也是研究生 研究生 他现在也搞不了 这个 他本身不是专业的 导师都不干了啊 导师都不是干这个专业的 全靠自学 好啊 下面 这是 Python的一些 薪资傻的 Python的流行 最近Python确实很火 是吧 但是 只懂Python的 像你只会一个Python 你铁定找不到工作啊 你百分百找不到工作 要是要找也是找一些 比较基础的 可能不需要什么 这个 特别高的编程素养的 那种工作 需要你 长时间这个积累啊 在工作港元中在学习 而且薪资可能也不高啊 只会Python确实找不到工作 你可以去 去问一下你同学啊 问一下你的同事 不过Python确实很流行啊 像 初中小学 高中大学 尤其现在大学 普遍在教Python 这个 去年还没体会到 今年 我是 体会到好多啊 大学 好多 都在搞Python 我有一个同事 也在大学里任教 在教Python 还准备教 教这个Jungle呢 还准备教这个 爬正在教爬虫 咱们 一般人呢 我推荐大家学习这四个 第一个是 外部开发 第二个呢是 爬虫开发 那 外部开发的话 我的 个人经验来说呢 外部开发还是 相对来说爬虫开发呢 可能难找一点工作 难找啊 虽然他的工作岗位多 但是他要求多 这件事情对个人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爬虫呢 对个人要求不能说少 但是他的理论的知识 不是很多 有很多是偏向实战和经验的 你像这个开发 你要懂前端 你要懂前端之类的知识点 你这些 还要懂后端 还懂设计 是吧 还要和这个前端打交道啊 这个 他对个人的要求还是比较全面的 爬虫 不需要和 后端打交道啊 一般不要和前后端打交道 你这个爬别人的数据还 还会和别人的前端打交道吗 是吧 你不会和人打交道啊 会和他们的数据打交道 像数据分析师这些呢 正好中间分两个 我个人主张啊 这个左侧的呢 本科 到这 现在到这个地方 本科啊 我建议大家学 可以学 像网上的话呢 靠经验可以 像这些呢 不太建议学 尤其这不是专业的 是什么 电子专业啊 是什么这个土木工程啊 卡一下子转到计算机行业了 我就要学人工智能 这个 这种人都不可取 这种 这种人都不可取 你学不会的啊 除非你有 特殊的 是吧 有特例啊 我本身就 学过了一两年了 我对这东西了如指掌了 是吧 那你没问题 是吧 厉害的人到哪都可以 咱们就是讲普通的 普通的 一个土木工程的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会的 不可能这个还是隔行如隔山的 哪个岗位比较多呢 我认为还是开发多 开发多啊 这也是我之前写的一个 再直到报名后 如果学完了有工作中 可以啊 可以 可以一直问啊 爬上工程师是不是要考证啊 考什么证啊 哪有证啊 爬上工程师没有证 你也不用考证 好吧 想考自学加一 潘石屹 潘石屹是吧 发微博说在学习 确实啊 这个全民学 拍审时代啊 黑职业你还考证说的好啊 爬虫有时候是一个 他这个职业呢 怎么说这个职业 有些公司呢 需要这个职业 但是呢 有些公司就不愿意承担这风险 如果你心里有底线的话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啊 拍审二级证书含量咋样 不怎么样啊 没什么卵用 没什么用啊 在你可能射招的时候有那么一丁点的作用 但也只是一丁点 二级太 嗯太低了啊 你大约四级四年 整个二级有点低 你可以去考 是吧 考肯定比不考要强 是吧 但是你想让他有多少作用 在社会上是没有的 但是在学校里你可以吹一吹 你有个二级 你会操作 Python了 是吧 你可以考Python啊 C++之类的 啊这个该怎么拒绝你呢 你可以加客服老师啊 可以去咨询一下 可以 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啊咱们接着说这个方向啊方向依然是开发多 但是 开发 确实不太好找工作 咱们 根据我的经验 开发 不如 爬虫好找工作 开发工作虽然多 为什么不好找呢 因为他对个人的要求能力是比较高的 有的要有两到三年的工作经验的 而爬虫这个为什么好找呢 虽然他工作相对来说少一些 但是 他好找是因为 既然少 懂的人也少 有的公司就没有 专门面试你的这个人 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啊 有的公司呢就根本就没有这种 爬虫工程师专业的工程师啊来 哪怕他干了一两年的 来面试你的都没有 你去了 你就是读一份 你就是第一个人 所以那还不好面试吗 有的是直接就通过啊 你 老板也不懂 是吧 而且还有的呢 有的 既然他没有这个 爬虫工程师 但是他知道 这个数据他可以打听别人啊 对吧 他知道 你只要能把这个数据给我搞下来 比方说我给你一个网站 是吧 给你一个知乎 你把知乎的数据能搞下来 那我就认为你过关了呀 虽然我没有专门的人面试你 但是你能把这事做下来 不是也挺好的吗 是吧 我就认可你的能力了呀 所以他有时候是这样的啊 那有时候一般的 呃 有时候在面试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就是你 往往搞搞下一个网站 就能成功收到offer了 就能成功入职了 所以 他相对来说面试简单一些 所以他入职率高 开发呢 虽然他工作多 但他入职率低啊 像数据分析的话 哎 数据分析啊 数据分析对个人的素质要求比较高 像本科呀 对吧 数学专业啊 这个这个统计学专业啊 他的职业率是高一些的 开发学习的内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爬虫学习的内容 这都是在 boss指引上去找的 这些去找的 像我就介绍爬虫吧 我本人是做爬虫的 像pacons rebit selenium之类的 cookie 然后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学习app抓取的 然后还有这个 gs gs破解 他没写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这是爬虫啊 这是我们的客人大纲 大家可以加这个科夫老师去获取客人大纲啊 函数的代码再看一下可以吗 刚才有事 这个是吧 这个就三行代码 你有事你撒一眼也可以记得住了 是吧 好 下面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 上面的这些爬虫和数据分析呢 我们是 当然还有pathon基础 我们都会教 今天 课堂 报名的同学 只在课堂上报名的 会享受这个优惠活动 因为我们就要找老师给你开 开一个这个优惠卷 优惠 原价是5884 这个 预定 课堂预定的 可以减免学费 减免到这个4500元 但是要找科夫老师去预定 而且只在课堂才可以 凭借这个课堂的一个截图啊 并且可以实现分期免息 需要学习的 可以加科夫老师 下面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像这个我们的上课啊 上课呢是直播课 直播上课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上课 每个老师上课的方式不一样啊 比较快一些 像这个远程操控的话就比较慢一些 然后语音啊 语音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现在解答都